大家好 我这一颗月季老庄 经过浸泡生根粉 浸泡了大概半天 现在到了上盆的时候 随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给月季老坟配置资料 跟上盆的一些方法 给月季配置土养 最关键就是要加入松针土 为什么 松针土它偏维生性 如果土养维生性不足 那么后期养护月季 它会相对的困难一点 因为月季它是比较喜欢 偏维生性土养的植物 这样的话它才有利于后期的生长 这个土养加入一点农家肥 我们可以加入鸡粪或者是羊粪都可以 这两种粪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上盆有几个非常关键的 第一个就是要加入底肥 底肥一定要足 因为月季它是非常好洗肥的一种植物 像我这一颗月季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 这里已经长出了一颗小芽 这种小芽我们尽量把它掰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长芽 对于它的生根非常不利 等它这个根长出来 再长芽也不晚 如果芽太多 那么这个养分跟不上 这个根就会出现干枯死亡 因为这个根现在是非常弱的 吸收养分的能力比较差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点 在盆的中间部分 我们再加入这个农家肥 我们尽可能把它盖多一点这个根 因为月季长出好的芽来 多数都是在土壤以下长出来的芽 是比较健壮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浇透订根水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